清晨五点多 哈尔滨机场已经人山人海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是为了看雪而来 今年哈尔滨不少地区降雪量都刷新历史记录 当地旅游业者顺时推出各种冰雪旅游商品 赚得盆满钵满 公车穿上东北传统服装 花布大棉袄 里面投射五彩灯光 播放热闹舞曲 不少年轻人挥舞荧光棒 沉浸在狂欢氛围中 四点半就过来等了 就想体验一下哈尔滨这个公交奔迪 欢迎来东北 车厢内尽是大红大绿的经典配色 乘客一入座就能盘腿嗑瓜子 品尝东北特产 哈尔滨开往墨河的列车 打造东北文化体验 不只有传统炕头 乘客还能在火车上捡窗花 包水饺 特别洋气 觉得是个非常棒的体验 比如来东北这一趟最值了 哈尔滨推出多种特色列车 由乐团演奏 童话主题 带动定位爆满 几乎一票难求 根据统计进入冰雪季以来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累计运输旅客 多达一千多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暴增372% 接下来几趟车我们都预订满 活动主持人庙宇如珠炒热现场气氛 除了512米长的溜滑梯外 还有冰雪极限表演 到哈尔滨绝对不能错过的冰雪大世界 今年预计将接待120万人次游客 比去年同期增加50% 就是非常的快 然后那个雪会打在脸上 就很帅感觉 现在到哈尔滨 还可以近距离看网红企鹅 北极熊 天气冷嗖嗖 但冰雪经济热到发烫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